全姐发现,这两天发现,和任何一个有生命体的动物也好,人也好,你都是要双赢合作关系,都是大家互惠互利的,你才能开心,只有大家都获利,都能得到安全保障,大家才会开心,只要你有让一方另外一方不安全,自己吃亏,就是不开心的。 只要有一方意识到自己是吃亏的,他不再不干预自己吃亏的这个地位,这个角色,他就会心里不舒服,如果他能反抗,他就会抛弃你,或者说报复你,打击报复你,他不能反抗,他就会抑郁,他就会得病。 你看,缺姐的公婆不就是这种关系吗?缺姐的父母不就是这种关系吗?缺姐的爹和任何一个人都不能相处,因为他只想,就是零和卑异,他只想去吃掉别人,只想占别人便宜,只想无代价,无成本的,无条件的,让别人满足他的这个贪欲,他的欲望是,他完全不能回报对方的。 他只喜欢就说,我索取,我不知道要回报,就不知道要感激。 这怎么可能跟别人成交呢?包括跟猫都是这样。 而且呢,缺姐发现在养猫的过程中,都发现,养两个猫不如养一个猫。 养一个猫,你可以给这个猫全新的,就是全部的时间,全部的精力,全部的金钱投资在这一个猫身上。 而另外一只猫呢,就得分担,如果说有多了一只猫, 然后你就得考虑这成本额算,你就会把这个猫粮的这个价格, 因为另一只猫,就是确切抛弃的那只猫, 它吃的有多,它拉的有多,它破坏,它的破坏力,搞得清洁, 为什么它是Honey的两倍,就养这两只猫等于养三只猫。 Honey一个人只相当于Teddy,这一只猫的这个二分之一的这个, 劳动量啊,这个清洁工作啊,所以呢, 这缺解方向,还是,你要如果生孩子,你就生一个, 你可以把所有的这个金钱呢,所有的这个, 可以把这个孩子养得更好一点,质量更高一点, 但是你得挑对了,就是你得生对了, 而生孩子,生个什么样的孩子呢, 是取决于你选择了一个什么样的伴侣, 而且呢,你们如果说这个作为女性来说, 你得有点自公道德, 你尽量的选比自己基因各方面条件要好一点, 最起码它得有一个长板, 别像那个确切一直嘲笑葱花似的, 他老公的猪头三是一向长板的没有, 就因为又穷又不能赚钱, 其实赚钱能量很一般的, 就包括他们跑到这个墨西哥去, 去做这个什么投机生意, 说紧实话,就是到墨西哥去捞快钱的这个, 这个实际已经错过了,封口已经错过了, 什么时候去墨西哥捞快钱的这封口呢, 是疫情期间,疫情期间有很多做那种销卫产品的, 那是大赚一笔,赚了几百万金都有, 那可是你说你这种, 就是大赚都犹如中国人, 都犹如墨西哥去了, 都犹如智力去了, 你还能赚到钱吗, 那你得算算命, 切切认为这风险非常大, 只是他们两口的这两个人呢, 本身关系就不好, 本身的这个能力呢, 因为关系不好, 就消耗心理能量, 本身的这个干这个店的干生意的这个尽头, 心理能量就不足, 互相内耗, 所以那两个人呢, 就只能拆台, 只能把它拆开, 然后又进行了一次, 有可能是雪梦无归的这么一次冒险, 风险投资, 所以说呢, 家和万事行, 你看看养猫也是这样, 你看, 缺姐呢就养这一只猫, 我所有的爱, 现在我所有的爱, 我发现她特别懂事, 哈尼就是懂事, 就是知道这个跟缺姐是心心相应的, 心灵相通的, 她知道缺姐的这个情绪, 她不会说去踩, 专门去踩缺姐的情绪, 而且还会经常跟缺姐互动, 那你说这样, 我们会不会建立深度的这种情感内接呢, 会的, 你别什么时候, 你就天天在趴一个角落里, 你不搭理我是吧, 你只有饿的时候, 你才蹭我一下, 那我就觉得你把我当成免费的旅馆了, 我凭什么要一样这样的, 然后你还给我增加很多的麻烦, 你增加的麻烦比哈尼, 就是Teddy给缺姐增加麻烦, 远远多于哈尼, 哈尼是又动手又关小又不增加麻烦, 而且呢就特别聪明, 从来不给缺姐就是乱拉呀乱吐啊, 他都是, 就是而且呢, 他每一次情感活动会讨好你呀, 会会这个表现, 他很有责任心, 他什么他都要管, 什么都要过问, 他每次情绪呢, 缺姐能感觉到, 这才是养猫的, 这个对身心健康的, 对友谊主人和猫的, 彼此的身心健康, 所以说缺姐就想, 一个是生孩子你不要伤太多, 能少生就少生, 一定要优胜, 优胜就是挑选一个合适的, 甚至比自己好一点的, 就包括感情, 你们的关系得相处的好, 相处的好就是你们两个的利益, 两个都没吃亏都获利, 两个都觉得自己没吃亏, 都觉得自己赚便宜, 然后两个人都息息相应, 抱成一团的, 然后这样的滚在一起都过日子, 两个人都有劲往一块儿使, 你这才能把日子过好, 如果说呢, 谁都是想占对方点便宜, 捞一把, 谁都是觉得有今天没明天了, 谁都是只想着自己, 不想着对方, 谁都是说我占点便宜就行了, 反正我不想吃亏, 谁都抱着这个私心的话, 那这日子肯定过不好, 想过好日子, 你一定是双方都有这种无私的, 想把这个劲往一块儿使的, 这个尽头, 这个心圈, 你别只有一方, 一方的话, 那你就是被吃的, 你就吃亏的傻逼了, 冤大头, 你就是大冤重, 你看那个缺解的婆婆, 公婆不就这种关系吗, 这婆婆, 自作多行为一辈子, 还自己被自己被老公爱着, 任何一个人都知道, 这个老婊子, 在吃他, 在占他便宜, 只有这婆婆, 他跌死他, 他又早恋, 他心智还没成熟起来的时候, 他就已经被这个老婊子, 喂了一嘴舌, 喂的全输入的全是错误观念, 全是他怎么吃, 就让他吃亏, 然后老婊子占他便宜的这个观念, 这个老婊子输入观念, 全是有利于这老婊子, 不利于他自己的, 你说你说你这么早谈恋爱干嘛呢, 你知道什么叫自己的利益, 什么叫自己的需求, 你真正需要的是什么, 你需要找什么样的人, 你有过思考吗, 他没有, 18岁你就谈恋爱, 狗屁, 说句实话, 如果说按照心智真正的承受, 你对这个社会人性啊, 对这个世界真正的了解的, 你怎么累得是30岁左右, 谈恋爱啊, 不说你结婚啊, 离结婚还差得远的啊, 怎么着你得是30岁左右上, 你稍稍的, 你才对这个世界, 对这个社会人性, 有初步的了解, 你都不叫有深入的了解, 你大概就模模糊糊, 模模糊糊, 你知道大概, 你是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人, 这里你说就缺解, 我认为缺解谈恋爱都谈得太早, 29岁谈恋爱太早, 怎么着都应该39岁谈恋爱, 49岁谈恋爱, 如果说缺解这个年纪啊, 如果说开始谈恋爱, 59岁开始结婚, 有可能比现在过得好, 这是从心智成熟角度来说, 可是呢, 不给确切这样的机会, 这个世界也不给女性, 给男性这样的机会, 真的说你心智成熟, 你得说差不多60岁, 这是人真正的心智成熟了, 可是这种人的老坏逼呢, 就坏人变老了, 他就会特别坏, 他掌握人性了, 掌握人性的这个弱点了, 人心的这个愚昧无知了, 他就怎么样的去操弄别人了, 这种老坏逼就特别多了, 你看看这世界就这么简单, 就是你跟任何人想保持一个长期稳定的, 大家都开心的关系, 首先是双方都是获利的, 都没吃亏, 双方的安全都得到保障, 这就是前提条件, 没有如此之外, 你包括你跟猫的关系都是这样, 你跟人的关系刚是如此, 然后呢, 你跟人呢, 就是说你不了解这个人的时候, 你先观察, 先潜伏下来, 折伏下来, 静静的观察周围的环境, 打量周围的人性, 人心, 就是一看那个人性不好的, 人心有问题, 心态有问题的, 心理有缺陷的, 性格有缺陷的, 人品有问题的, 你就躲远点, 一看他那全身就是雷点, 你得看观察他, 他每一举, 每一动, 他每一个表情, 背后他脑子里在想什么, 你都得去揣摩, 这才是代表了一个人的成熟, 然后你规避让他有可能伤害你的风险, 甚至你还得是, 要主动的出击, 去威慑他, 震慑他, 让他知道, 老子不好惹, 这都需要技巧的, 需要你反复的演练, 尤其是你原生家庭不好的, 原生家庭不好的孩子, 往往是, 他缺少这种练习的机会, 因为他只是被动防御, 被动的这个龟缩了, 他就缺少这种跟人搏斗的这个能力, 那这个, 这个你就得后天就得练起来, 除了练习, 反复练习, 反复操练, 没有其他任何的办法, 人性就这么丑了, 而世界就这么恶毒, 人性就这样, 这世界上坏人占一大半, 当你弱的时候, 你会发现周围人全是坏人, 当你强悍的时候, 你发现周围人全是好人, 这世界, 这世界真的蛮红, 没有什么, 可是呢, 这世界就蛮荒谬, 哦,